議員貴鳳儀總之孫設定運動健康社區 要跟市府團隊探討 因為經過九月部一百十一年 將對運動健康的調查 台南也就是落度上胖 一直到今年運動社區白鳳凡的調查 台南的身體也變不理想 議員學長剛問市長你怕你敢運動啊 麥丁憲對立委淫來到丹林市長 剪肥11公斤來貼菜 議員市長表示已經減5公斤 每年台南也做到減肥成功的奖励犯法 阿母說不及這座啦 所以你當了市長之後他認不出你 胖了10公斤現在有減肥了嗎 減肥了嗎 減了5公斤 市長說要帶頭減肥呢 我減了5公斤 減了5公斤 當時說減肥也要勇敷啦 減肥勇敷 所謂的獎勵獎金 中賞之下也要勇敷嘛 其實這是一個 其實是很不同啦 但是我們做的嘛 我們還有去幾月說 減肥成功我們要給什麼樣的獎勵 不用說獎金啦 獎勵怎麼有 有規劃嗎 有在想 市長你親菜說說的 不會啦 別說親菜啦 不要親菜說說 至少你根本沒有做嘛 對不對 你沒有履行你的承諾嘛 政策還沒有出台 政策還沒有出台 這兩年前講的 兩年了 你還有兩年就要下一次嘛 對不對 你還要高級嘛 謝謝議員的提點 我們會努力 努力吧 希望我給你給一個時間表好不好 好 希望明年上半年就要出來 運動不僅是健康 也要經生為新的交流 甚至生為國館市優勝進出之一 以為國鳳儀 剛才希望全民運動和競技的比賽 當時都要提升注重 也要生為運動中館的優勝之多 當然新聞 顧恩吉 張索維 蔡侯國的